好,而这个场景呢,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扰 有民众用手机拍下了在台中市这个十字路口 到了午夜时分的时候怎么搞的 耗制灯全部坏掉,像约好一样 那红绿灯还有行员耗制灯快速的闪烁 永远望过去就像是一个小型的霓虹灯舞池 但十字路口这个前后左右的耗制 如果在同一时间故障的话 您能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有没有看错 车子开到画面上这处十字路口 耗制呈现不规则闪烁 看起来就像舞池里的逆红灯 红绿灯号制像疯狂似的闪个没完没了 一下子小绿人,一下子小红人 此时此刻到底是红灯停还是绿灯行 让人看了不撒撒 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啊 没看过这种很特别啊 时间是凌晨两点钟 不过在台中市这处十字路口 四座红绿灯还有一旁行人穿越马路号制 通通挂点 幸好当时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行车 但是这样的画面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就是它那个红绿灯就一直闪啊 对啊 就是红灯跟红绿一直跳这样子 两边双向都是啊 红绿灯号制袖斗大当机 午夜十分闪烁不停 加上十字路口 当时没有行人行车 全面进空 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一座无人版的小新无痴 知名媳妇张军动台中采访报导